同影片跟大高烏耳放在VTOWER下面 大家有看到嗎? 然後我想問一下請問在座各位還沒有碰過TEMPERANT請舉手 因為我們今天同影片有點多 前面會介紹TEMPERANT的一些舉法 我等一下會花時間解釋一下 這個TOOSCOOB它在TEMPERANT跟TEMPERANTTAG 就是它分成兩個TEMPERANT 做的就兩個 一個是TEMPERANT 一個是TEMPERANTTAG跟THETR 它有兩個TEMPERANT 我是把它和平在一起 然後再轉移轉 再做成同影片 那它的核心觀念就只有這四點 一樣就是Python說過的 Python裡面提過 Explaced is better than implicit 這知道嗎? 這應該沒有一個問題嗎? 這句 反正就是要淺顯易懂 再來不要把程式寫得太深層 這個等一下會提到 我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下面這一個 用TEMPERANT ENGINE的時候 在設計時間 盡量讓它做的事情越精簡 越好 還有就是讓它跑的 Program也是越單純 越少越好 那後面會講 好 那首先我先介紹一下TEMPERANT DRAGGLE TEMPERANT 抱歉我今天來得及上次 我忘記了 是不是 那個Synthet Highlight已經噴掉了 TEMPERANT ENGINE呢 首先是它DRAGGLE有TEMPERANT LOADER 那預設會是用File System LOADER 也就是說呢 你在Synthes裡面呢 你定義你的TEMPERANT 放在哪一個FORDER 一定在哪一個FORDER 它就會去哪邊讀 然後ChooseGoogle裡面提醒啊 一般而言 都是放在跟APP同Label的地方 就是你的 你的Project跟目錄底下 有些狀況下會把TEMPERANT 跟APP包在一起 那個狀況下是因為你可能 用了別人的第三方套件 或者是你自己做出來的第三方套件 那才會把TEMPERANT 帶進APP裡面 那在這種狀況下呢 就是看你的APP 放在哪邊 它去哪邊找 我原則上不希望這樣嘛 因為就是前面提過 Flight is better 然後這個是TEMPERANT的語法 這個也是很抱歉 沒有上色 基本上就是 你可以 把你的一張網頁拆成好幾層 這一層原本是你最真正Focus的那一層 那你下面可以寫在別的地方 比如說Bass.html 然後當你把這張網頁抓進來的時候 它就會根據這一行把它 merge起來 那include呢 則是可以去抓 欸我可以問問問題喔 好 所以剛剛那個邏輯是 假設我寫一個APP 叫做 叫做 score好了 那 我 score的Template 是放在 score Template 下 還是放在 統一的Template 下 你是講這個意思嗎 就是 原本你所有的Template 都是放在 Template這個自家家裡嗎 然後 App 在別的Folder裡嗎 對不對 不是 假設 假設我今天這個APP 有用到一個Template 嗯 那這個Template 你放在哪裡 一般人言 是 全部的Template 都放在 另外一個Template 一個Folder 全部的Template 放在一個Folder裡 那如果這個APP是你準備要給別人的 當成第三方條件的 你Template 就不能分開放嗎 就會放進來 嗯 好 嗯 好 謝謝 保險因為主要是我沒有放圖啦 來不及做 然後 那 回來到這邊 書上只有講到 特別講到extend 可是書上為什麼沒有提到include 好 那今天你從view 去call template 進來的時候呢 嗯 通常你call這一張就是你最關注的焦點 你可以利用 你可以用 extend 去 把 底下的 底下的HTML 抓進來 合併 你也可以用include 把上面那一層的 加進來 那blank呢 就說明了你是要怎麼樣去做合併 是下面的哪一個區塊要貼進去 上面哪一個區塊要加進來 然後 嗯 書裡面有特別提到 block super 這個東西 這邊我也是簡單解釋一下 嗯 block super 就是說呢 假如你底下那一層 在block裡面已經有一些內容了 你可以利用block super把它叫進來 一起合併 要不然你就會直接改掉 下面寫過的東西 就當作不存在 那就是它 template engine有提供基本的control flow 就是if啊 flow if啊 還有assignment 就是它的assignment with 然後巴拉巴拉等號 巴拉巴拉巴 就是它的assignment 有這些就可以做很基本 很基本的control flow 然後 這本書裡面 花心思 而且我覺得最難 最重要的地方 就在於 剛剛我們看到這些 theater 跟tag 到這邊我先確認一下我會不會講太快 因為我沒有很清楚講 哪一塊是filter跟tag 所以 你沒有很想問的 沒有齁 好吧那我就繼續下去 反正filter呢就是 這是你原本的value 然後加上這一槓 然後丟給後面這一個filter 它就會幫你 做出新的字串出來 比如說 現在是abc 是你的直嗎 丟給後面的filter 就是這個lower 它就會幫你轉成小寫 tag的話呢 是由這種東西 就是這一塊 這整個是一個tag 那這是它的ntag 就是它的結尾 中間包含的字串 都會被這個tag 做處理 好剛剛是稍微介紹一下 tambulate engine大概就是長那個樣子而已 就是它可以拆成好幾張 你只要把最關鍵的地方拿出來做修改 然後就可以合併了 再來有基本的flow control 然後有全部都是theater跟tag所組合的 大概就是這樣而已 那算是很基本的programming的概念 就是名字要取好一點 可圖性要高一點 那 在設計tablet的過程中 不要太care它最終 合併出來的那個html 長得好不好看 那就不要理它 終於幫你拆開來了 你就只要專注你的那個區塊 你那一張檔案 你把它寫的整整齊 像剛剛那樣就好 不要去做縮排 對就是不要做縮排 這句話一直不要做縮排 不要特別去做啦 那它建議 當你要把你預期的網頁拆成好幾張 然後之後改一改再merge的話 你大概只要想到2到3層就好了 比如說 你的template這個folder裡 你可能放了一張bass.html 等一下大家都拿來合併用的 那其他的每一張都是你的 你真正要改的網頁 那不要拆好幾層folder 就是folder裡面還有folder folder裡面還有folder 然後template的合併就是一層一層合 這樣子到時候要維護也很痛苦 乌印最前面講過flash is better 然後雖然template engine提供我們flow control 不過不要太依然 我們還是盡量把油層控制交給0 因為那樣子不僅是效能比較好一點 而且本來python就是拿來給我們做這件事情 不應該就給template的事情越少越好 然後這個也是很區域的遊戲 就是我們網頁 我們現在設計的網頁就不要讓python 或是讓template language去做css 該做的事情 這邊都很基本都是老樣的 不需要特別注意 只要開始動手寫了 就會很自然而然想起這些很基本的觀點 然後這邊也要介紹一下 Tag跟theater 它是怎麼樣客製化 我們原則上是用drago提供的就夠了 那因為我做的網站比較小 應該是我也沒有做過真的 真的有價值的網站也沒試過 所以我用beauty就夠用了 那如果你要自己customize的話 這邊介紹一下它是什麼樣的觀念 首先是它會放在你的app 裡面一定會有一個 你要自己建出來 要有一個folder 就叫template text 然後把你寫好的 theater跟tag的python file放在這邊 它建議名字都是取這一類的 就是你的app的名稱底線text 建議啦 不要跟app的名字一樣 會爆炸 就是它特別提醒了 雖然我想不會有人做這種蠢事 不過我的話我就想試試看 就是沒事不要跟app取一樣的名稱 你可以加一點說明 像剛剛就是底線的tag 你不是說沒有事嗎?沒有事嗎? 嗯? 你試了會怎麼樣? 沒時間欸說傻話 不好意思 那你下次試用它 真的嗎? 沒差我沒有prodation啊 我沒有prodation啊 我沒有prodation都可以用 好 然後要roll進來就很簡單 是剛剛前面講過的extend 在extend之後呢 你再把它roll進來 把你那個 python file的那個名字寫進來 寫進來以後 然後一件事情就是 這是剛剛我們 好 繼續看下去的 好 現在我引路一個 假設我有 有一個我自己客製化的 myfilter 那它用起來就會是 你原本的value 丟給這個filter 那你可以給它一點參數 根據你的需求 這個filter可能會有不一樣的功能 好 好 這個可可依今天可能時間不夠 所以我不會提到 就是 Jungle有辦法要求 你這邊一定是 兩個變數 就 要嘛一個要嘛兩個 要嘛就是 只有點value 只有吃value 要嘛就是value 加上這個argument 不能多也不能上 可以少啦 就一個嘛 然後 在你的template裡面呢 你寫這樣子之後呢 就像大家看到一樣 它是個很單純的函數 它就吃 值跟 參數進來 然後做了一些神秘模仿 看你什麼設計 你要塗一個自傳 那這個自傳就會取代它 取代這一行 把它取代掉 那Jungle必須要知道 這個函數你要拿來幫Zeta來用 所以你要註冊 這個 就這樣而已 text的話 比較複雜一點點 它可以吃 各種東西 什麼都可以吃 吃在哪裡呢 像這個argument0跟argument1呢 就是吃到這邊來 然後全部收起來 然後後面的 keyValue 請注意 kargument0 這是 你的變數 後面這一塊 就是 value 然後交給theater 這是先轉過一遍 再等進去的 這是先轉過一遍 再等進去的 所以 所以 這兩段 會被塞進 那個 kwops裡面 就做成一個低訊息的方式 然後 一樣 你可以做任何事情的處理 但 吐出來的會是什麼呢 是一個 node object 這邊我沒有 這邊我沒有寫 寫得很詳細 這個我建議還是去看sauce code 要不然這個篇幅寫進去 我先講一下原理是什麼 原理是 剛剛我們講的那些template 被拆成好幾塊 然後 這邊又有一堆block 還有一堆tag跟theater block其實就是其中的tag tag跟theater 這些東西 事實上 一定會被parser 會被parsing 然後變成一個parser 當 這些template 假設這個檔案 寫得很長很長 template在parsing的過程中 建立了一個parser的tree 他就會 到這塊的時候呢 把那一個tree 塞在這邊 他把tree直接給你了 token 就是後面這一串字 他都給你了 所以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你可以把整個tree 打掉 或是 亂搞一些什麼 然後這種事情千萬不要做 只是告訴你很危險 那做之前好好想一想 你想要做的是什麼 那當你把這個parser tree 跟token 你想做的事情處理完了 你要毀的就是一個node 這個node 你進的時候會在進這個tree裡面 都是一些抽象的東西 然後就一路做下去 我們現在不用完全了解每一個細節 只要知道 theater是一個很單純的函數 就吃東西進來然後突個字串 tag比較複雜一點 你可以控制整個template tree 當時的狀態 好 好 就大概這樣 這邊大概講一下 什麼時候 會用到theater跟tag theater就是 就是這麼單純 就是你想要把某些東西拿 自串做修正 比如說你今天node有個檔案 它原本是 痾 原本自串是 原本是一個 自串 然後裡面看起來是有format 那你可能想把它轉成json 或者把它轉成pdf 把它轉成其他的format 看你的需求 那這時候你可以丟給theater 這樣的函數就可以被reuse tag的話實話說 連我自己都還沒用過耶 不過因為tag 它能夠做的事情實在太多 所以它書上特別提醒 請千萬記得只有在 你要render htl的時候 要不然你再去考慮它 要不然其他 像是開檔案寫檔案 或是做圖片放大縮小之類的那些動作 或許不應該交給tag 你或許應該交給you you才是我們真正的controller 好然後這本書真正的重點來了 就是我怕有聲多有什麼樣 you 好 對這本書真正最精彩的 也是我 有點不太能了解 不許現場有人 可以直接打岔 然後幫我補充也是好 就是 哪些地方會出問題 總之最基本的就是 你把一些不必要的邏輯全部寫進去 靠它剛剛那個簡陋的flow control 欸等等 這個難度更高一點 對不起 這是一個很標準的template language 所以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這個user list 是view給我的 如果view在給我的時候 它是用這個方法來取得user list 這個意思是說 它去model 找了user這個東西 看user這個model 然後把它的object呢 嗯 底下有一個method叫做all 它直接把它 把整個query set倒出來 這一行 並沒有真的去database 把所有資料撈出來 我記得這樣 可是如果你是寫selectrelated 它就會真的把你必要的 你真的要的項目全部抓 像這邊就是給一個key 是flabbers 那它就會幫我 先把那些東西 從資料庫爬出來了 這是已經爬出來了 這個是還沒爬出來的 這會造成什麼效果呢 造成 如果你在view裡面 你是用這一個 然後給它user list的話 那這裡的每一個user 都會對資料庫做一次操作 你寫三次就是三次 你寫四次就是四次 你寫一百次你就恭喜了 那這個的話不會 最後就是爬出來 資料就在那邊了 就在記憶體裡了 你就只是對記憶體 要要要 欸就收工了 所以這個是隱藏的問題 在temperate裡面 看不太出來 可是在view 要注意 你是到底對model 對資料庫做什麼操作 這個要稍微知道一下 這要注意一下 而且 剛剛這個是對我會碰到的 我自己寫我會碰到 可是這邊有一些是 我還沒碰過的 你在寫temperate的時候 事實上還是會碰到 一些隱藏的loading 他舉了一些例子 像是圖片 你要把它load出網頁的時候 會有圖片 那圖片如果是要縮圖 結果你叫一個template engine來做 因為template engine裡面有theater 也有tag 你可以到準備要吐出網頁的時候 你才決定了我要這麼小圖 那你這時候才去render出來 你就要花那個時間去讓電腦好計算 如果很多人去看你的網頁 也計算很多次 那就酷了 那Risk API code 這個我其實就不熟 我還沒用 我還沒碰過 不過一樣是 這種東西應該全部都要丟到view裡面 或是丟到client run 不應該在template這邊做 然後一個狀況是 如果你tag 就是裡面有template tag 然後他真的 他會額外load了很多很多的template進來的話 因為已經都是template啊 已經不是剛剛前面講的那個狀況 那你可能就考慮 就把它cash起來 嘗試架式 就成這樣 然後其他還有一些wewewe 就是他提醒啦 盡量不要 盡量不要 把整個drangle template engine 換掉 比方說全部換成軍甲 或是全部換到 我就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軍甲以外還有什麼 對 如果今天 你的網站 你使用 drangle template engine 而 drangle的template 然後 你某幾張網 也希望用軍甲部 那現在 很容易從view 直接去call軍甲 所以你沒有必要把整個template engine 全部換掉 要全部換掉也可以 第16章會講 我還沒看 我 我也不需要 再來呢 他還有提到 如果你的template template寫的很複雜 也許是不得已的狀況 然後你想要debug的話 有這招可以用 至少稍微記一下 反正就是有一招可以用 當template出問題的時候 他會噴一些資訊 就是這個自傳 這自傳已經定了 他會把資訊塞進來 這個也方便的debug 然後呢 他還有提醒另外一個狀況是 呃 404或500這一類的 arrow的網頁 那些arrow是最好 讓他是一個獨立的靜態網頁 最好是web server 自己 handle 這樣當你drangle的網頁 整個掛掉的時候呢 至少你還可以 讓web server勉強 吐網頁出來 那個網頁 最好連圖片 全部都hash成 base64 sign in去 像這樣子 就是完全不用有 額外的htb request 如果不太清楚我剛剛講什麼 因為講太快 那 可以去看github 的404 和501 那 那確實是個很棒的法理 我剛剛都有看過 嘿 然後呢 filter就像剛剛看到一樣 是一個很單純的函數 tag 能做的事情很多很複雜 而且他還會去控制 passer跟 to node出來 我講的也講不清楚 可見他也不好的bug 他寫出來一定會很難理解 至少我就沒有辦法提bug 因為我不太熟 這是先跟我講這個觀念 然後呢 第20章 將會講 unitest 所以這邊他就有提醒 正因為tag很難提bug 所以 像寫這種複雜音的東西的時候呢 建議 就是 可以加一點lock statement 或者是 加一點test的進去 然後 theater 看起來好像是蠻常用的 至於他整個單純的函數 所以他再度提醒 theater 可以 把它收斂成 收斂成一個 可以被重複使用的函數 放在uteers.hi 這當然是自己命名的吧 對 那他還提醒呢 Jungle雖然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就是Jungle的template defaulttheater裡面 你可以 import很多你要用的東西 不過當你要拿他的東西來改的時候 最好去這邊找 去uteers這邊找 只要知道這兩個名就可以了 就是defaulttheater跟uteers 拿這兩個去google Jungle上面就有寫了 然後最後書上講了一個很不重要的東西 就是一個神秘的技巧 他說 我們剛剛最前面有看到 你寫的 你自己設計的tag 是依附在你的app裡 你如果有好幾個app 你就會有好幾個text的答案 那有些tag是 全部網站你都會用上的 這邊有神秘的技巧 可以把它塞成uteers 就是 預設 所有template 都會摟進 你的text 這可以 達到 don't repeat yourself 的觀念 確實是有 可是非常非常的骯髒 因為沒有excuse it 他違反我們 一開始要的 前提 大前提 所以這是個很黑暗的照 而且基本上 不太可能用這樣 他只是提一下 好 講完熱了 有沒有問題 我講的是蠻快的 因為這邊總共有20張投影片 大家都沒有問題 還是 今天大家請都是來聽 聽PSC社群 應該不是 好 那